大家好,歡迎收看這個賽馬報告,我是主持世榮 天氣開始轉涼了,不知道大家出街有沒有穿多件衣服 明天有10場賽事,但有6場是泥地 大家可以想,草地會比較難爆冷,因為實力碼已經在裡面 泥地亦有增了情,改變了路程的賽事 令大葉門可能會失準 由季初到現時為止,大葉門勝出率是29% 相對三甲率是62% 我們一起跳出香港,看看堅仔 不是天氣先生,沒有天氣先生 立即看看堅仔有什麼預測 我們可以從頭場看到,四班千八米賽事 兩全其尾就是大葉門 但方家帕出兩隻,兩隻都是何宅耀上次騎過的 最後他選了五班自己贏過的甜酒杯 這匹馬比較均速一些 看來都是增程200,比較適合他跑 所以跑千八路程,我也明白為何何宅耀會選這匹 而且今次抽到的一檔相當好處 莫雷拉上次何宅耀騎這匹天天精彩 我覺得已經騎對 換了他,什麼都五磅 其實都沒什麼好處 雖然你說他三十一日可能會有進步 但講進步,其實甜酒杯都可以進步 至於加州明進,47分的時候 其實已經試過入三甲 今次他四十分邊緣 五不報五班,特意來報四班 我想波那件事都可以 試試將這匹馬擺前 憑他的分數和成熟度 再次走入三甲 挑戰兩全其尾大葉門的地位 今次我覺得 所以這匹大葉門兩全其尾 就不算特別穩陣 大家如果投注大葉門就要小心一點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這個頻道,歡迎大家訂閱 拜拜